Oh my god! 我拆牙套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珊 今天那么早起来是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要去拆牙套了 我的牙齿真是绑了三年 今天终于要去拆了 等下我要去政府医院 所以拆那么早起来 如果私人医院的话就不用那么早 等下我会去拆牙套 然后拍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Let's go!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后 我终于来到了绑牙的地方 这里的穿梭是在四龙这一边 然后它是SPECIALIST专绑牙的 等一下呢 应该是不能拍摄 哇!有点点小紧张 不知道我穿了牙套过后是怎样样子的 如果你们 我们住在福隆附近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来到这里绑牙 等下我 我在外面我拍给大家看一下 Oh my god!我拆牙套了! 真的是很开心! 回到去我再给大家看 我刚刚放狗回来 那一天绑牙拆牙套过后 忘记和大家分享我在政府绑牙三年的经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以后想要在政府绑牙的朋友们 在这个绑牙的过程中 我是绑了大概一个三年 因为我是从我大学Degree的时候开始绑的 然后到我的毕业 这个绑牙的过程呢 其实我应该是只需要两年 就可以拆牙套了 可是遇到MCO 不能跨走 所以拆牙套这一方面有点困难 当我拆牙套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 他们真的是很注重这个防疫措施 在拆牙套的过程中 他们真的是抱完全身 真的是辛苦了 嗯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政府绑牙的好处和坏处 首先呢我想讲一下它的好处 而它的好处呢就是很便宜 而大概我算了 是有一个两千多块罢了 因为通常绑牙呢 在外面十人绑牙 是要一个差不多 整七八千吧 我有听朋友 有一些甚至是到十千 真的是那么贵 所以如果你是经济没有那么好的话 可是又想要有一个漂亮的牙齿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在政府绑牙 另外呢在政府绑牙 就是他们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你不用担心你的牙齿不够漂亮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牙齿那么漂亮 你就会知道了 因为呢我们哥哥其实他是在医院做工 所以他会有一些牙医的朋友 而他告诉你呢 我讲这个时候 我讲这个时候 并没有那个意思 点滴他的医生朋友们 不够专业啊 只是他有告诉我 就是在政府医院 他们是读了五年的牙医过后 如果实习了一段时间 他们要去专科绑牙的话 他们是需要读了一段的课程 然后实习了一段时间 他们才是可以真正 specialist for这个绑牙的 而在我的绑牙过程中呢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医生 应该职位比较高的 然后先看过我的牙齿过后 他才会pass给他的下属 然后帮我进行更换这个牙套的 而在私人医院不同的就是 我听我哥哥说 他们是会考了一个执照 他们就会出来帮病人绑牙的 所以在经验的方面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足 我也是在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我有看到一些网友有分享到他们绑了 整七八年九年都有 然后那个牙齿 是不是他很满意的那个状态 甚至是有些歪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绑牙的话 你要选择的医生 他到底经验足不足 并不是每一个医生 都是可以帮你绑出美美的牙齿的 而在政府绑牙的其中一个圈点呢 就是离我的读书的地方 还有工作的地方 非常的远 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第一个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虽然是Negri St. Milan的人 可是当我在KL读书过后 我每一次去赴城的话 都是需要跑回Negri St. Milan的那个城所 而每一次去那里都需要用一个小时的车程 加上呢 加上呢 因为他告诉我 我们check牙齿的 然后那个医生也是非常的好 他有问我 你想要绑牙吗 因为你的牙齿不是很整齐 我本来是没有想要绑牙的 但是我听了这个建议后 我就有回去考虑一下 然后有问我的哥哥 我需要绑牙吗 当时我的哥哥是非常鼓励我去绑牙的 因为他有告诉我在政府绑牙很便宜 加上那时候我已经是在17岁了 所以17岁过后 我就不能有这个在政府绑牙的机会了 他告诉我我需要去我家里靠近的一间牙医厂所 然后告诉他我想要绑牙 过后呢 那个医生呢 他也是会写一张纸 然后叫我拿那封信 然后交给那个 他有那个list 他告诉我那里是specialist for绑牙的 所以我就需要选一间 过后我就被安排到了这个 Sereban那里的specialist for绑牙的医院 去到那个医院 他是先帮我检查了 过后他觉得你适合绑牙 他就会帮我安排那个时间 然后排队 去进行这个绑牙 而这个绑牙的过程中 我是等了大概一个一年吧 对对对 所以他其中一个缺点就是 你需要等超久的 你需要大概如果你想要绑牙的话 你至少需要等一个半年以上 所以如果for那些非常着急 你想要牙齿变得漂亮的话 可能你就需要去死人医院了 接下来呢 我也是很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改变 除了我的牙齿咬的矫正 变成正确过后呢 也变得非常自信以外 在改变最大蛮庆幸的一点 还没有绑牙之前呢 其实我觉得我本身的那个脸型 好像有一点我挖一边 我的眼睛呢 是好像有一点点 这一边眼睛好像是不能撑开 所以造成我有大小眼的情况 绑牙了过后 我觉得这一个方面是有帮我改善到的 但大致上呢 因为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而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nice 所以在这三年以内 我是觉得蛮推荐大家去到政府绑牙 如果你还在考虑要不要绑牙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再考虑的去绑吧 去绑吧 这个漂亮的牙齿 是值得你去付出你的时间和泪水的 也没有泪水啦 只是一点点痛罢了啦 以上就是我在政府绑牙的经历 希望这支影片也可以帮助到大家想要在政府绑牙的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like还有share给你们要绑牙的朋友 然后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的频道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影片结完后 我才发现我整个邦牙过程需要三年以联系 要等于总绑羽毛十遍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